因为有感于医护人员为了防疫 不断地使用酒精洗手 造成手不干裂 普里镇农会之前在理事长胡佳成 常务监事县议员王彩云 以及总干事江林瑶的带领之下 制证由农会制制的护手霜 给普里基督教医院以及普里农民医院 王医元表示 这些护手霜都是使用天然的材料 因此也能够很好地保护医护人员的双手 希望在这疫情期间 普里镇农会也能够尽一份心力 由我们第一双医务人员 他们是最辛苦的 尤其他们长期手都用酒精 都有一些过敏 龟裂 所以我们也想到了 在家政班所作的 用精油最好的一个精油 最基本的做一个护手霜 让他们来护手 这是普里镇农会 由我们理事长 我们大家一点心意 送给我们基督教医院跟我们普容 我们总共有400份 普里基督教医院院长 淑世强感谢普里镇农会的用心 能够体贴送上护手霜 保护医护人员的双手 因为各界的鼓励与支持 普里基督教医院也会继续站在 防疫第一线守护民众的健康 今天很高兴农会来到我们医院 送给我们一些护手霜 我想这个疫情已经一年多了 那这中间我们可以感受到 普里镇民对医院的一个支持 那他们也很热情 常常会看我们的需要 来送我们一些东西 那今天这个护手霜真的是 另外一个帮助 因为我们常常用酒精在洗手 那洗酒了以后 对手还是会有一些伤害 所以这个护手霜 对我们的护理人员来讲 是一个很好的福音 那在这边谢谢农会来帮助我们 副医长潘一全肯定 普里镇农会的用心 也提醒民众 虽然目前每日染疫的人口下降 但是还是要请民众不要松懈 严格遵守防疫规范 早日度过疫情的影响 记者陈唯一 普里镇采访报道